星期五,另一場球選擇了德甲賽事 算是重頭戲 賀芬咸主場對利華古迅 這些球賽一定是比較忠目 第一是有直球 第二是週六 很多人可能不需要上班 如果你說有興趣玩球賽 這些是深夜時段 但亦都會有一體 亦都會有職場投注 選擇這場球給大家參考 早點作個分析 給大家參考一下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賽事是否吸引 作為一個選擇 你說這場球表面上 賀芬咸主場讓評判 但我覺得說服率不是那麼高 不過畢竟是主場 目前大家在聯賽上 算是中上游 賀芬咸第九位 利華古算是第六位 我們可以看看他們現在 目前在聯賽上的積分 確實來說 利華古遜第六 賀芬咸第九 排名上欠四分球 你經常說 德甲都是這兩隊 暫時比較兇 白人和多蒙特 其他來說 萊比錫和法蘭一福 有一組 嚴格來說 你說現在這麼早 他決定有沒有份 踢歐八出線拳 暫時有些言之過早 不過大家都屬於中上游 算是很容易 誰贏球誰多三分 賀芬咸 本來排名也比較高 但最近開始回落一點點成績 相反 利華古遜就踢上來了 之前來說 季初比較差 現在你的金場球對碰 究竟怎樣選擇呢 其實不容易 你說這些上下本 除非你對過別球隊 信心比較大 你就可能會作出一個選擇性 我金場球就不會推介這個樣球 而事實上 入球大勢來說 中位數也相當高 金場球馬會會不會出2.5球 我相信也未必會 就算有 都很低水 他分分鐘是3.5球 或者是出3球 三球半一格就算數 這些就看到時足事賽會如何出 但今場球 無論你說讓球或入球大勢 都並非我一杯茶 我今場球的推介 給大家是會玩個角球的 角球大勢 我會選個大的 9.5這格 應該都會出的 通常來說 如果他有即場球注 角球這些 一定會有的 即是在德甲賽事來說 他可能會出這兩格出來的 當然 你說他會否連9.5都不出呢 機會數應該低一點的 如果他真的不出9.5才算 如果出9.5的話 我一定都是選9.5這格 即是推介給大家的 始終來說 通常德甲賽事來說 都會有9.5這格 除非你說他出到10.5和11.5 這樣的中位數 就迫著選10.5這格 如果不是 今場球 9.5的角球大 都是我的選擇 為什麼選角球大呢 其實都很簡單的 看回這兩隊球 即是說近戰來說 其實踢法上也有所不同 看到賀芬咸 無論他對著排名比較低的 史特加 甚至乎紐倫堡 其實他自己單邊做到的角球 都相對不少 講緊 這個 戰績不是第一次的 當然啦 去對著一些實力比他高一點的 想拿到角球的數字 相對比較少一點 這個也有參考性在這裏 你講對手李華古迅也是 對著一個 排名比他 也是落後的 去的打法也是比較主動 雖然輸球 但角球也不少 連續幾場球 自己來講 做到的角球數字 都相當之大 所以我也有些擔心 今場球 馬會會不會正恩為此 這個緣故 而開到中位數比較高一點 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來說 我覺得兩隊球 在歐霸戰線都已經出局了 現在的聯賽擺明就是要爭排名 事實上來講 入球大 確實開率這麼高 不容易玩的 相反來說 角球大 如果有9.5這格 必然的選擇來的 我始終覺得 兩隊球的踢法 就算他沒有9.5這格 讓我選擇角球大 我也會傾向 考慮10.5角球大 盤口未出 到時足智彩出出來講 看看會出現哪格 今場球 我會推介角球大給大家 好喔 好下